財政部長、金管會、陳主委 請財政部長、金管會、陳主委 廖文好 張部長 你說這個飛機已經在跑道已經滑行了對不對? 所以不能停止了對不對? 這是我說的 你說的 一個比喻 林明臻委員在禮拜一講了一句話 他說飛機已經起飛了 但是裡面有炸彈還能夠飛嗎?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炸彈 所以講話還是要被人家抓到 但是 現在 緩徵不緩徵我暫時不介入 你現在說明年就要實施了對不對? 你知道建商現在有最大的疑惑在哪裡? 秦委員指教 陳主委知道嗎? 秦委員指教 不知道是嗎? 你現在有跟建商機做溝通了沒有? 我們就是成立小組啦 各國稅局 都一百四十幾家建商吧 全部要 全面要講席 我跟你講 是 張部長 你們底下還有我們 政局局這些都沒有跟你講實話 我現在非常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你明年就要實施了 一夜就剩下多少天 你那整個電腦的程式設計 他們能夠配合嗎? 這個你要考慮喔 我非常非常擔心 你明年一夜馬上市 馬上開始就要扣了 那些電腦系統 我聽他們大的建商可能還沒有問題 中小建商可能都會出狀況 那時候啊 部長啊 你的烏紗帽就很危險喔 所以我提醒你 趕快跟建商 這電腦的部分 這系統的改善 設計的改變的問題 趕快去做 不然的話 會出狀況 謝謝 好再過來 陳主委 你也當過第一金控的董事長 對不對? 金控法在九十一年就通過開始實施 對不對? 那到現在連結稅資的問題 都還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現在請了 一個一個來請教你 第一 我們的金控法裡面 是不是講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 四十九條裡面就規定的是 他是同一 經濟上同一個實體 是不是這樣?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對 部長 張部長你聽清楚沒有 我聽清楚了 但是立法的說明欄 但是法條的文字 他是說 因應相關所得稅法規定來申報缴難 好 部長 你非常非常的聰明 當初這個金控法 這個地方就是被你們財政部 涉及加了那幾個字下去 造成今天的困擾 好 部長你好好聽 我現在問你很聰明的人 我問給你聽你就知道了 陳主委 請問你一下 我們 當初為什麼要成立金控公司 把子公司的股票拿到金公司 而且子公司的股票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 子公司沒有股票喔 子公司是沒有 沒有 應該這樣講的 就是說 股東會就失去了他的股票 阿對 你又把我講到前面去了 子公司現在也沒有 不用召開股東會喔 部長 現在子公司沒有 第一個 金控法裡面規定 子公司不能持有股票 第二個 他沒有股票 他當然就沒有召開股東場位喔 是不是這樣 部長 他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喔 包委員 那是你講的是那個 他的管理面啦 但是 他依所得稅法規定 所得稅法裡面沒有合併報表啦 目前啦 所得稅法是每一家公司 都是一個獨立的法人 都是要單獨申報 然後這裡 金控連結實體 給他合併申報 贏虧負地獎 部長 你很聰明 你講到重點了 所以我希望你觀念一定要改 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們財政部又撈過界了 你知道嗎 今天金控法是 主管機關是我們 這個 陳主委 陳主委已經告訴你很清楚 49條 他是同一個經濟實體 是同一個 是一個內部公司的一個組織而已喔 你現在一定要把它猜出來 是一個獨立的法人 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因為法條文字 我們當然是執法啦 不是 現在 跟你講得很清楚啦 49條裡面寫得很清楚嘛 49條裡面寫得很清楚 非常清楚的就是 他是一個同一個經濟實體 你硬要是解釋他為一個獨立的法人 這個就不對 這個不是你的職權 你就不應該管 你應該去問金管會說 到底是分戰還是怎樣 所以 部長 你要天啊 要小心的一個事情是什麼 你看 現在侯奏金庫 侯奏金庫 從去年12月3號 你也去了嘛 那天祝賀嘛 他一樣組織再造 一改為組織再造 金控呢 就變成要 付稅就不一樣 就違反我們的 租稅中立的原則嘛 所以我部長 希望你不要老是強調說 他是一個獨立法人 今天解釋這個獨立法人 不是台政部的職權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個職權是在金管會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 部長 我覺得你們要稍微懂得 那個禮貌 你知道嗎 今天陳中院長講得這麼清楚了 他是客氣的去問你們說 啊 是免稅所得還是稅後所得 他是很客氣的 你看他在問金管會裡面的第二位 如果是照這樣的意思啊 當初的法律文字 不要這樣寫 這樣寫 那我們執法的人 財政部國稅局是執法啦 我跟你講 執法稅是沒有錯 但是今天你看看 譬如今天 我先問你好了 你那天講的 我問你一下 華南金控董事長是誰 王龍舟 華南銀行的董事長是誰 林明成 好 你那天講說 因為金控的董事長 可以去監銀行的董事長 所以就沒有薪資 變成虛靈費用 那現在請問你 華南銀行就是一個很利子啊 現在華南銀行的董事長 金控的董事長 王龍舟 他的薪水變成你列為虛靈費用 怎麼解套 包委員 我們現在的原則啊 只要跟金控監禮有關的成本費用 都可以減 跟監禮無關的 是跟投資股息有關的成本費用 都不能減 這個大原則之下 我跟你講 是 我現在跟你講一下 第一個 你也是念財政的 對不對 醫生成本太高 每一個都要經過你同意 這不是很廢話嗎 第二個 你看 我們金控法裡面 50條裡面 就有彈書排除掉了 是不是 當然 當然 委員要簡便 也可以說 董事長 總經理的薪水 不必去逐案認定 那我們是不是看 請金管會定一個比例 多少比例屬於監禮的 他的薪水 不是不是 用一個比例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 你還是弄錯了 部長 你現在對於 小店 不是 我還是弄錯了 就算那個 我還是弄錯了 我還是弄錯了 當初 你回到 我還是弄錯了 我還是弄錯了 你 我是弄錯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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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